大家知不知最常發生靈異事件的地點在哪裡? 就是酒店! 今天我們就要來講一些 關於酒店的恐怖故事 歡迎大家收看SUNNY怪談 驚到你嚇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人稱現代中國人 上一次的海洋公園恐怖故事 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 希望我們講更多不同的恐怖故事 今天我們就會把我們聽回來的 或者親身經歷的酒店恐怖經歷 告訴大家 而這次我們也有特別嘉賓 有請我們的特別嘉賓 不是 真的不是爸爸 沒錯 就是Creamy小姐 又是我 想不到你連酒店都有靈異經歷 當然啦 不是這集怎麼會講酒店 當然是有親身經歷才會講酒店 今天Creamy小姐就會跟我們講 關於她自己的酒店恐怖經歷 以及我們收集朋友給我們的經歷 就是一群Creamy小姐說她的恐怖經歷的時候 所有觀眾都說 非常之好啊 我馬上不怕啊 覺得很好啊 那我是不是要壓下你的聲音 今天 不要啊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都市傳說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還差一點 就到這個40萬訂閱了 有大家支持 我們才可以講更多不同的恐怖經歷 給大家知道 還有記得要追蹤我們的IG 我們的目標是10萬追蹤 現在就馬上帶大家進入這個恐怖的世界 那今天Creamy小姐帶給我們的恐怖經歷是甚麼呢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恐怖經歷是我學生時代的經歷 那我小時候是很喜歡每逢暑假都參加一些交流團 其中一次是回廣州的交流團 那幾百元可以和同學一起去玩 那何樂而不為呢 當去Camp也好啊 不過恐怖的事就是這裡發生了 我變回這把聲音 OK 首先呢我們就分房了 那我就跟一個女孩子一房 那我的朋友仔就說 你進房之前一定要敲門啊 然後進去就開水喉 開了所有櫃門啊櫃桶啊那些 那時候我就跟我的同房說 不如我們都這樣做吧 好像這樣真的好一點 哥哥我進來啦 然後我就馬上開水喉 開了櫃門 開了所有櫃桶 然後我就放下東西 躺在床上 唉好晚了 我睡了 誰知道呢我的同房就跟我說 今晚我還是不在這裡睡了 我有個朋友失戀了 所以我晚上應該睡他到開解他 失戀那麼大的時候 我當然是 沒所謂啦你去陪他 我自己一個睡都可以了 雖然我也有點害怕 難得有得出去玩 當然去別人的房間玩到三更半夜 那那晚呢我們就玩到很晚了 玩到四點多了 那我回自己房間睡了 那也沒什麼事發生的 然後我們走了 本身跟我同房的女孩子呢 他就跟我說 有件事我不知道說不說好 其實那天他跟我一起進房間 我進了廁所裡打算開水喉的時候 他有試過開那些衣櫃門和櫃桶 但全部他都開不了 全部都感覺到裡面有人和他鬥力 但我開完水喉出來 我就全部東西都開到了 他看到我開了所有東西 他是超級驚訝的 然後最怕的是 在房間裡面聽到有人跟他說 你今晚千年沒有在這裡睡 所以他就那晚沒有跟我一起睡 但我睡在裡面了 我都沒有跟他做朋友了 因為我覺得他不跟我說 太沒有義氣了 那大家記住 當你進到那間酒店的時候 記得要敲門 打不打開櫃門 你就自己想 有陰影 所以我一向都不喜歡住酒店 我最喜歡住酒店 喜歡住民宿的酒店 別人的住宅和民宿都不想住酒店 接下來我們的故事 就是由我們的朋友 B小姐提供的 現在我們播一播的錄音 那那時候是 我們一起去搗争我和我的朋友 然後呢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七一假期 電風一 你不會有哭 那時候是港豬來的 五年前 現在只有一個港豬 算了 都是用我們的口術 讓我來告訴大家 究竟B小姐發生了什麼 恐怖的經歷 這件事呢 是發生在B小姐和她的朋友 話說呢 B小姐和她的朋友 一起去澳門 她在澳門做什麼呢 就算是賭錢的 那天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好運 贏了很多很多錢 那他們是非常之開心 賭到這樣的時候 啊 有點累了 不如找一間酒店睡覺 去到一間酒店的時候 前台的人就跟他們說 這間酒店 剛好就沒有位置 只有最後那兩間房 而這兩間房 就是總統套房來的 住的話 就免費upgrade給你 那他們是非常之開心 嘩又贏錢 又有得住總統套房 這次就真的限運了 當他們坐升降機 去到那一層的時候 這門一打開 B小姐就看到 酒廊的裝修 是一些很中式的裝修 牆上面 有兩條龍的雕刻 龍的樣子 是一個中國龍來的 雖然說就說他們是龍 但是B小姐看著的時候 都有一些心寒的感覺 入到酒店房的時候 先形容一下酒店房的格局 那間房的廁所 那間房的廁所 那間牆是玻璃 在房間可以看到廁所 因為由於玩得太累的關係 那B小姐和她朋友 就很快睡覺了 由於B小姐是打側睡 她可以透過玻璃 看到廁所裡面 她睡著睡著的時候 突然之間 為什麼她動不到呢 傳說中的被鬼摘 沒錯 我也試過跟你在泰國的時候 當時的她是閉上眼睛的 亦都看得到出去 她不知道是發夢還是現實 她透過玻璃 看到廁所裡面 快鏡到 四個人的倒影 而這四個人是看著她 她不停地掙扎 但是也動不到 又叫不出聲 突然之下 她的朋友一夜抱著她 她說睡吧 慢慢慢慢 很累之下 她們就睡著了 剛剛也說過了 B小姐是打側睡的 而她的朋友是打平睡的 B小姐被鬼摘 但動不到的時候 你現在試試打平睡 她就看到有個人 這樣看著她 而她看著她的時候 好像在找一些東西 最恐怖的是 眉心 是一個中槍的痕跡 在扭著 那她們就很害怕 馬上說我不住了 我不住這間酒店 我要走了 那她們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走了去查日腳 大家知道什麼是查日腳嗎 就是當你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去指責店 跟她們說 我想查日腳 那她就會幫你查 那天大概發生了什麼事 指責店的人就跟她說 那天你遇到一些冤魂 於是她們翻查一些舊的報紙 之類的東西 就發現原來那間酒店 曾經有人欠了一身 倒閘 被人用槍射 而她那時候這樣看著看著的時候 就是在看著 究竟是否是B小姐的朋友 而為什麼會看到有其他人在鏡頭呢 由於她的怨氣是太大的關係 吸引了其他不同的靈體 在這房間裡 所以B小姐就會看到有些人在看著她 當B小姐查日腳之後 她就大病了一場 足足病了整個月 後來呢 找師傅搞搞她 才搞得到 而這個親身經歷 是有新聞證明的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澳門酒店 找一下到底那單案件是怎樣的 沒錯 那大家住在酒店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好害怕 其實恐怖過我 真的很害怕 說完頭兩個恐怖故事之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了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都是發生在大陸 所以我從此之後 都很少回大陸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故事 由於我太小的關係 是新媽媽告訴我 話說很久以前 小時候 大約五六歲的時候 我和家人一起回大陸 又是去廣州 我們住一間酒店 那間酒店是很特別的 中間是一個祠堂 裡面養了很多魚 那時候我很頑皮 用腳去踢水 在那邊玩 然後到了晚上我們回到酒店 去睡覺 睡覺的時候 我突然發了一個惡夢 自己在水裡 呼不出氣 很辛苦 然後有魚在那邊游來游去 這樣游 整身流了海 炸成了 那我心媽說 什麼事 我回家沒有的 很害怕的 你現在也會過 你突然間 睡睡覺 那時候心媽就安慰我 叫我繼續睡覺 但我越睡就越覺得很不舒服 臉很癢 很辛苦 開始有點不對勁 臉開始腫了 一塊一塊腫起來 開始有眉骨 都要腫起來了 臉都要腫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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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子好像一條龍一樣 真的 你問生媽媽不信 到第二天還是這樣 因為回到香港的時候 都腫了很久 看醫生又醫不好 吃了很多藥都不行 於是就找一些高人去看一看 高人是住一個堂樓上面 一些很舊的堂樓 上去的時候 高人看到都很驚訝 嘩 搞什麼 搞什麼 他就幫我看 張開我的眼睛 看到我眼裡有黑色的一點點 原來我得罪了一條在水裡的膠龍 膠龍 他這樣說 給我一個懲罰 他就給我一些東西喝 這樣搞一會兒 我後來就補飯 就變回我現在的樣子了 你那條龍 是不是 食草這裡很闊 三角龍 這些角那些 你撿好 這裡有一隻角 這麼小器 小朋友玩 所以都懲罰他 嘩 我不相信 大家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千萬不要亂搞 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的酒店恐怖經歷了 我要問生媽媽是真的還是假 真的 那時候最差勁沒有拍照 總到這樣 那今天呢 我們就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恐怖經歷給大家聽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如果你們都有一些不同的恐怖故事 歡迎大家在IG或者Facebook上傳給我們 最好詳細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公諸於世 如果你也有變成膠龍的經歷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我不孤單 好了 觀眾玩了就是這一幅 嘩 大家都很喜歡我們這張照片 經常都畫我們這個 謝謝 多謝 那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按讚 我可以分享出去 我可以告訴你朋友 酒店房間有什麼恐怖的經歷 嘩 變了一條龍 VCJ的確實是恐怖的 嗯 千萬不要忘記按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以為逢星期二十六出片 如果喜歡影片的集結 還可以按這個位置 還有按這個訂閱我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聖愛會員就向你無限的位置 最後這次你們說 就這樣 Bye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事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事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聽完B小姐那個 我真的不敢去澳門 我那個呢 我也不回大陸 BOOM OK OK